祢是祢是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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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平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亮 今天让我们从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37节 我们来分享神的话语 你们要饶恕人 就必蒙饶恕 这是耶稣基督祂所说的话 一位父直辈的 一位朋友跟我讲过一件 真实的事情 有一天他去探望 一位灵中的病患 那位病患是一位 小有成就的人 在他生命将要结束的时候 众亲人就围绕着他 我那位父直辈的长辈就问他了 你还有什么事想要交代的吗 我愿意帮助你 于是他就交代了一些后事 其中有一件事情是让人印象深刻的 他用他微弱的气息 他激动的就说话了 他说我不要再看到某某人 我不准他出席我的罪事会 我不要再看到他 这件事让我听了以后呢 不觉得惊讶跟感叹 是什么样子的这个仇恨 会让人到死的时候 都不肯原谅对方 让人到临终之前都不能够释怀 这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你知道有一句话说 恨恨是一种无奇突袭 从这个真实的这个例子当中 我见识到了一句话 所蕴含的这个寓意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想一想 就是在生活当中 你也有恨恶的人吗 你真的打算就这么样子 在你的内心深处恨恶他一辈子吗 还是你愿意选择尽早的靠主 来去饶恕他呢 圣经上说 主的灵在哪里呢 那里就有什么呢 自由 的确的呀 当我们恨一个人的时候 等于判了自己无形的 叫什么呢 无奇突形 当一个人被恨所捆绑的时候 虽然身体是自由的 但是心灵情绪思考 却可能终其一生 都受到影响与局限的 因此今天 耶稣基督他亲自的对我们说 你们要饶恕人 就必蒙饶恕 朋友们 这次主的话 愿神赐你平安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